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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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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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工格原料的一部分 也就是用柜木 还有其他木材 形成一个拼舍 柜木的原材料 到现在它这批也是分干 有十几十五年以上的 智朗分干老料 这一类产品我们就是 然后就把它加工成 它厚度就是差不多 就是才大概两毫米到三毫米之间 感谢观看 是否三角函数 从它的角度算出在长度 是不是 对角线 所以说这个行业的话 对功能要求也比较高 你没有文化 也不一定能做得了 你可能就只能做一些 简单的拼接的 组织细工这项技艺 是慢工出细活的典型代表 首先学习技艺慢 往往需要几年的学习 才能掌握 其次是制作过程慢 每一件作品都要花费大量时间 复杂的作品往往需要数周 甚至数月才能完成 原料严格 工艺复杂 制作周期长 作品昂贵 数百年来都只极小范围内应用 目前来说 全国会做这种手工艺人 不会超过二十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国家 那个传统手工艺 谈送到现在 传统要是没了也挺可惜的 陈立群的爷爷和父亲 都是当地有名的木匠 擅长家具和组织细工 上世纪八十年代 陈立群的父亲和外商创办工厂 制作组织细工 作品出口日本 到了2000年 出口订单开始逐渐减少 2010年开始入不敷出 这时父亲上了年纪 感觉力不从心 陈立群接替父亲的工作 老爹又说 这个他也老了 他去拓展市场也不可能 他实际上也跟不上市场地方 这应该我们年轻人去接 是吧 那我弟不愿意接 那就我来接 除了要学习组织细工的制作技艺 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减少亏损 但当时出口订单逐年减少 中国还没有形成市场 没有销量 像我们专注于做手工的那样行业 就是对市场营销这块的力度去牵切 如果说技术性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能会更在喊 但是市场营销我们就牵切比较动 几年下来工厂到了倒闭的边缘 2017年外商撤资 破产清算 10年以后他们就不想好了 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坚持 那2017年的时候 外商就是完全撤资 当时有两个选择 一是放弃 还能分歇前退出 二是继续坚持 不但要拿出积蓄 还很有可能持续亏损 夫妻二人第一次发生争执 争论几个月 不是一点点时间 是争论几个月 所以他觉得可能留下来 这些都是一个宝 在他的眼里看来 这个手工的东西一定要得到传承 就是关键一个是情怀在这里面 家里的我父亲 有对这个也是有点难以割舍的 争论几个月之后 他们拿出全部家当 甚至举债买下库存和原材料 继续维持组织细工这个项目 但每月的出口量 不能维持工厂正常运营 维持组织工这项技业 很可能演变成一个无底洞 他想尽办法节省成本 但光库房的租金 就要每月几万块钱 陈立群不甘心 只要有一丝机会 他都想去坚持一下 万般无奈之下 他选择出国务工 来填补每月的开销 我去过其中停留的地方 去过丹麦 法国 荷兰 德国 我们又去辉州 也想去投资去赚钱 因为靠这个真的是不好继承 还难继承 原来就是我自己上班那时候 想给两个孩子买一点什么 好看的衣服 想给他们报各种兴趣方 我都是不眨眼的 我觉得在自己的心有娱乐情况下 可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 但是后面把所有的家都掏空之后 我就缩手缩脚了 即使看到很漂亮的裙子 或者看到这样 我都不敢下手 很累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又说服妻子 辞掉外贸的工作 接受原有组织细工的出口订单 因为自己看一下 任何事务发展 肯定都有起落期 都有一定的周期 我是觉得这个周期也差不多 冰冻期也差不多结束了 只不过是在某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 有可能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都有 但是差不多结束了 坚持了十年之后 他期待的行业转暖并没有出现 他再次尝试转变 几百年来 组织细工发展方向 一直是工艺越来越复杂 制作周期越来越长 他的受众也越来越少 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扩大作品的受众群体 首先要降低成本 决定成本的主要是 原料 工艺和制作周期 原料和工艺不能变 不能偷工减料 只能缩短作品的制作周期 另一个方向是增加实用性 他们开始研发简单且实用的作品 制作出组织细工的装饰灯和杯垫 2022年 他们带着新作品参加了广州建博会 台灯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尤其是那些追求个性和精致生活的年轻人 简单实用的作品 加上独特的技艺 也吸引了设计师的关注 国内顶尖的室内装饰设计团队 也主动找到他们 定制装饰作品 是通过设计之间的互相推荐 主要是北上广设计师 慢慢慢慢地 可能口碑也有了 然后就是越来越多设计师 会到我们这边来 这次转型 也让他们找到了新的方向 近些年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传统手工艺越来越受到重视 他们把组织细工化繁为简 这个创新让他们的作品 一经推出就供不应求 这两个月就碰到了 因为这个纯手工的东西 它的那个耗死周期比较长 那我们这个拼机 有时候都一个月到两个月 所以订单一多的话 我这边就冷手会不够 然后就觉得 哎呀 怎么都挤在一块了 做不出来 仅用半年时间 他们就走出低谷 现在又找到场地 扩大生产能力 前不久又有好消息传来 瑞云塔的作品入选 但用两毫米厚的木条 拼接成两米多的作品 中间不用隔断加固 不便远洋运输 他们还在尝试改良 不久的将来 这些家乡的手艺 会被送到更多海外华侨手中 十几年的坚守 终于见到了曙光 中间的坚守 中间的坚守